牛頭角迷你倉四級火焚燒了接近兩天兩夜 火勢仍然未受控制 到晚上近11點火勢更向上蔓延 四樓其中一個單位霧出火光 從遠處看過去可以看到單位內火勢猛烈 消防員動用多條喉向起火的單位射水灌溝 同一時間有消防員開始打爛五樓窗戶 並向五樓的單位射水降溫 以防止火勢進一步向上蔓延 消防解釋四樓有多個不同的倉庫 包括藥房和茶餐廳倉庫也有冷氣工場 因為間隔複雜即使不斷射水 所以未必能覆蓋到樓層的所有地方 令到降溫情況不理想 四樓都是用作倉庫用途 裏面也有間隔的 所以水浸到水面流層時 都未必能夠很有效地做到一個很好的降溫作用 所以在部分範圍中 因為下面的熱力太高 所以移燒了上面的物品 據報四樓的藥房倉庫儲存奶粉 消防就說都是罐裝奶粉不會引發塵爆 消防認為繼續用防衛式策略 去應對這次大火是合適的 現在這個策略是合適的 為什麼呢 正義所說 裏面是一個圍板很多地方 比較複雜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令到我們進行灌隔的消防喉覆蓋範圍有限 令到我們的降溫情況不理想 如果我們要進行一個進攻式的滅火 我們要確保現場環境安全 其中一個考慮就是溫度不能太高 加上我們貿易爆破一些倉庫 可能會引領閃營的現象 大火燒了那麼久 單位內的天花有沒有倒塌危險 現場消息就說 消防可以見到的地方都沒有倒塌危險 持續的大火冒出磁備濃煙 行經附近天橋的居民都掩著口臂 附近的老人院有長者不舒服要送院 而經過消防評估後 院方晚上宣布緊急疏散 用小巴安排住院長者去到其他地方站備 部分長者就由家人接走 會 handphones 會和其他地方站進去 商家人通常的口臂 接上會在那裡 會不會抵擔 在這時期間 發生的程度 藥 方便會跟我們 會不會抵擔 分析 我們會否認定 我們對阿 都會不斷 我們會不會抵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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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